連白色恐怖都說出口 因為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員會 國民黨預計週一排審國會改革 相關草案 民進黨黨團總召 柯建民不忍了 全部二十案擴權修法 有十七案都有來因立委提出 當中涵蓋藐視國會罪的犯罪 樣態及罰還 總統因定期到立院進行國情報告 並採疾問疾答 國會調查及聽政權 人事同意權行使等五大範疇 藐視國會權一定要拔給羞辱 過去我們有看到行政部門 帶頭來跟立委嗆聲 所以這樣的一個亂象 真的必須在這一次 來做一個終結 朝野戰情升溫 民進黨團也出招修正內規 各委員會每天將發布動員令 不在場就要罰款 直到臨時提案處理完畢 或黨團解除動員令為止 採取了焦土戰略 天天興起戰火 主要的是他不想分享權力 過去八年一黨獨大 三黨不過半的戰國時代 可以預見藍綠白 國會攻防 未來只會不斷升溫 進行黃宣黃鴻宇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 進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